這裏要講一些大家很少談論過的事情 但其實我都不是講他的 我覺得都是跟美國有關的 就是委內瑞拉 還有我講的觀點可能令到很多人反感 不過我認為我是在捍衛這個真理 大家可以耐性地聽我說 委內瑞拉這個國家 本來就是一個太平富裕的拉丁美洲國家 因為它有很多的石油資產 就是一個石油的富裕國 所以它比其他的南美國家 經濟發展好很多 這個是長期以來 它都是一個穩定的國家 跟美國的關係都比較好的 我講是以前的事情 但是在這個我想十幾年前 有一位社會主義的很charismatic的 信仰社會主義的政治領袖 政治領袖叫查韋斯 上了台 上了台就推行一種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路線 他應該是一個馬列主義者來的 查韋斯 首先就是美國 頭號帝國主義的敵人 就把美國踢走 然後就要把所有的石油和工業收歸國有 然後就大灑金錢 就增加很多政府的開支 那就是初時就得到很多人民的支持 但是後來發覺搞垮了經濟 於是就經濟上 就是由一個很富裕的拉丁美洲國家 變成一個basket case 搞不定的時候 就是也都加上這個 很簡單 就是將它簡單的說 就是委內瑞拉最大的收入就是石油的收益 但是我們知道過去20年石油的價格 就有起有跌 曾經也都因為金融海嘯等等原因 石油的價格是狂跌的 就是你可以由百多元跌到二三十元一桶 OK 當然是美金 我都有做過這方面的投資和投機 衍生工具都做過一些期貨 那當時都跟得很貼的 那但是這件事情 就是真的心血少一點都玩不定 那如果你在石油百多元一桶的時候 做了一些衍生工具 和一些大岳對賭 然後透過當時得到的一些 就是一些財務收入去先使未來錢 就是你就沒有 因為政府就是沒有限制的 是不是 政府是這樣開擠 是這樣派錢 因為當時百多元一桶 那跌到二十元一桶的時候 你要找錢就糟糕了 所以就是這些這樣的社會主義計劃 大政府和計劃經濟 就把一個好地地的國家搞壞了 是不是 那搞壞了之後呢 就透過這個強權去強硬壓住了 本來委內瑞拉是一個民主選舉的傳統的 那而查韋斯第一次上任呢 都是經過民主選舉 是一個公平公開的選舉 因為他講的東西要哄人 那但是到現在經濟都 嘔白抱了 是不是 國家都糟糕了 那時候那些人就想心思想換 換不了了 那查韋斯自己呢 也是癌症都死了 那但是呢 這個社會主義的獨裁政權呢 就戀賺權力不放 任何人都會是這樣的了 那就有一個接班人叫做馬杜羅 那這個馬杜羅呢 上一次選舉的時候都是舞弊的了 那現在最新發展呢 就是這次選舉呢 就全世界都看著 反對派的江沙雷斯呢 他們就贏了的了 就是如果看那個 Exit Post 啊 看那些民調呢 就贏了了 那現在不要緊啊 贏了那又怎麼樣啊 他說你沒有贏啊 就是他 他說你輸了嘛 他說你贏了 他說你輸了 但是那些 軍方呢 國防部長呢 內部的 保安 保安部門 特務機構啦 警察啦 司法啦 執法啦 所有的政府壓迫性的國家機器 全部都是拿著在馬杜羅 這個集團的手上 那麼呢 現在 拜登政府呢 就就是 都低腳鴨 那個 那個總統現在不知道去了哪裡了 老人痴呆 不可以競選連任 那就是 其實都不知道做什麼 那麼 但是美國的官方立場呢 就 承認 那個反對派贏了 那麼呢 但是呢 就找口去說的 沒有用的 是不是 那麼現在的真正權力呢 就拿在國家機器手上呢 就是 反對派呢 就在這裡提出 就說 可不可以大家商討呢 那麼他就說 我不會跟你說 你這些是煽動性 你再說我抓你了 就是 其實就是這樣 但是大家要留意一件事呢 阿根廷的 和某一些 就是 南美國家呢 他們呢 就是 不承認 馬道羅贏的 OK 他們是支持反對派的 但是歐盟 沒有表態喔 但是還有一件事 就是 美國現在 就搞塌了自己喔 現在這個形勢也轉了 為什麼在拜登那四年 會 就是現在三年多 就搞到天怒人怨 搞到一批屎呢 其實很簡單 因為那些 環保的議題呢 碳排放的那些東西呢 就拿來過招 去滿足這個深層政府 所以呢 就美國 切掉自己的石油生產 還有呢 就是 就是 就這樣呢 就壓制那個 就是 碳排放 定很多不同的目標 搞垮自己的經濟 但是事實上呢 美國是需要石油的 所以這些東西都是一種姿態來的 所以自己 本來 是石油輸出過的 美國 在Donald Trump的時代 但是不給開採 不給煉油 不給自己搞石油工業 那於是就要入口了 那所以呢 全世界通貨膨脹 民不聊生 是不是 那能源價格又加上這個俄灰戰爭呢 就飆升 所以現在呢 委內瑞拉呢 就 被極太久了 因為這個 就是極權政府呢 就手上拿著委內瑞拉的石油生產 拜登政府 竟然要問他買的 就是你口頭上說不承認他 但是美國就不夠石油 就要其中一個呢 就要買委內瑞拉的油 那究竟誰拿樁呢 現在 是不是 所以就說 有什麼用呢 是吧 歐盟又不肯表態 其實西方國家 你猜他 真是捍衛民主 找一把口去捍衛民主 就是你死了 他就當沒有說過了 昂山素姬現在困了這麼久了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一早就說站在緬甸人民那邊的 那站到現在站成怎樣 是不是 現在大家是不是這麼幼稚呢 所以就說 委內瑞拉如果 在這個 在這個國際形勢不改變的時候 其實 你再搞多一場民主選舉 都是浪費 是吧 他乾脆以後 就是進入緊急狀態 就停止一切選舉活動 將那些反對派都拘捍 你都耐他不可 是吧 你歐盟又要 就是 又曖昧不表態 美國又要買他的石油 是吧 其實是沒有用的 所以 要做這些事情 不是用一把口去做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你自己都沒有了道德高地 全世界清醒的人 都知道 在2020年美國選舉 是假的 是吧 就是 美國自己都搞假選舉 你說這個委內瑞拉做什麼 是吧 就是其身不正 又焉能正人 這個就關於 委內瑞拉 這個最新的形勢的一個簡短的分析 所以這個問題都出在自己身上 是吧 如果你自己做得不好的話 其實你是幫不了人 所以我們要美國重新強大 我們一定要 一定要 懲罰 就是說 用民主的力量 用選票 去趕走這個民主黨 但是 我現在最擔心的就是 美國今年11月的選舉 其實 都做假做得很嚴重 究竟共和黨 和Donald Trump的團隊 他有什麼方法去防犯這件事呢 這件事就是我最大的擔心 這次節目就講到這裡 下次節目時間再見 拜拜 再見